断开带二百多佛的电呢 闸都拉了还带二百多佛的电呢 断开了呀 开始的故障现象是 他们的灯关掉以后再闪 开始我怀疑是灵火接返了 到总电闸这个位置一侧 拉掉电闸之后 下面的线还带电 那这个电是从哪来的呢 这是我没想到的 那把两根线都拆下来呢 一百九 二百一 没了还有啊 拆了线以后还有电 香蹄外磕头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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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 一百零六 二百九 完了完了 您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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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接地的 有接地的 有老毛病怪不得你家灯关了以后还亮呢 啊 下拆了以后它不该带电的带二百多伏 这这这这这外壳不应该带电的带一百多伏 电池不合这一辆 一对劲的就拆了 就滑下这一项 滑下这一项 滑下这一项 这一项是漏电的 这一路一路往下拉 你看拉谁家的 你让不让拉 现在不知道谁家在用电 那个 只能说一路一路拉 这四路一路一路拉 拉到谁家这个电好了 就他们家有漏电的 刚好有个师傅找到我说 他们的车间电路好像有问题 你家上面有问题 前几天就说昨天 昨天下午 这个这个牵车上面 他们说有漏电 有漏电 设备 吊怀一空的天 曝火 曝火 对啊 现在不漏电的 现在不漏电 现在不漏电 这样插不出来 这样插不出来 我看你还配电钢嘛 我看你家的配电钢 你们还以下不知道谁家出的问题 到这边还见到不得不得 有问题啊 这就是有问题 这一项是漏电的 漏的就剩12伏了 这一项超过了300多伏 大概就400多伏 这一项也超过300多伏了 这一项漏完了 漏的就剩十几伏了 你那不是漏宝 只能说把你家这些电钢拉路 看是不是你家造成的 要我们这边拉 要断电 看是不是你家造成的 这就是你家的总杂呗 拉了以后全厂都没电了呗 没有漏宝 都不是漏宝 漏电的话它不跳 对地 对光阶构漏电的都不跳 零线带200多伏的电了 零线带200多伏的电了 地线当然 地线 还没接地 没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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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压还正常400伏 400伏 所以说他们的设备能正常运行 因为电压正常 但是对地电压漏电 拉了 啊 可以拉了 可以拉了 都没电了不是啊 都不用电了 都不用电了 这样看不是他们家电路的问题 是外边电路的问题 给他们送上电吧 我得找到这个航车的电源从哪接的 那是不是这个航车的电路有问题呢 这个不带电 这个不带电 是解冻 这个枪车用的 它都不是露点火火器 这个超过了300多伏 这个币箱是有问题的 币箱有问题 得断一下电才能知道 我掐一下电流吧 4安 2安 11安 5安 0安 9安 10.9安 9安 10.5安 15安 它这个是干啥的啊 在电流一会高一会低一会90多万一会多少万的 我能把这个拉了吗 拉了吗 现在我拉之前 拉之前47V 拉一下 好了 拉了一会就好了 可以确定是这路线有问题 这路线是接地的对地露电 这个就是航车的电源线 这一路有电源有问题 拉了一会就好了 拉了一会电压都正常了 所有的电都正常了 对对对 就这一路的问题 现在再去总配电室看一下 下雨了 看这边再看这边 这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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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就是12V 已经录完了 把这个给它恢复了 不干这个事 这种是不求 应该什么 不求 现在再测 再测这个 没电了 这又没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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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恢复恢复 再看这个航车 怀疑是航车对钢结构漏电 它那个滑轨 它这个电路是个滑轨 电路是滑轨 如果滑轨 如果滑轨漏电的话 它对钢结构直接漏电 对 就是因为 有可能就是漏雨漏的 漏雨漏的 漏雨漏的 漏雨 当天晴了以后 上去拍摊 那好了 今天先这个让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